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少奇短暂而奇特的一段军旅生活 就这样结束了 四哥 我回来了 九马 四哥 九马回来了 九马 那有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们天天开针枪呢 来 九马 来 别光顾着车化 先把这碗蒸蛋吃了 九马 你是不是大王 你在外面读书的时候 娘是天天念当着呀 这回好了 你回来了 娘就放心了 血糖减散了也好 既然回家了 就安安生生地住下来 给 谢谢四嫂 这杨学生就是乖 自家人还能说谢呀 就是 九马 是王子 表哥 好久不见呀 祖三 你知道我在外面最想的是什么吗 什么呀 想你家的书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书柜啊 惦记我家书呢 随时去看 都欢迎 行 一言为定啊 九马 虽然你在讲武堂只上了半年学 可我感觉这身体硬朗多了 我在讲武堂啊 每天早上是要出早操的 而且晚上经常拉出去打野外 身体自然比以前强壮多了 九马 耿耀 回来了 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了 你我读书时拜了蒙兄弟的 是 你母亲还硬朗吧 硬朗 好着呢 给你们说些事情 我改名了 不叫刘备慌 叫刘少奇 刘少奇 刘少奇 为什么改名啊 说来话长啊 九马哪 我听说 长沙现在到处打仗 许多学校都停课了 而且很多学生也都回乡避难了 我读的讲武堂也给疯了 不过虽然回乡了 书还是要读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回乡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 总该为那些 喊过的旧国口号 寻找出一个具体的旧法呀 好 极好的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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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 四十年了 这里面有一段写美国钢厂的 这家钢厂从山里把矿石运回厂子 炼成钢 全过程几乎不用任何的手工操作 完全是机械化电气化生产 不仅如此 一九一五年 美国的钢产量 就超过了三千万吨 三千万吨 对 而我们中国一年的钢产量 还不到三万吨 我的个爹娘老子 这差得也太多了吧 美国还不到两百年的历史 为何在国家实力上 把我泱泱中华甩出了这样圆 这些年 西洋国家造出了 可以横跨大洋的通信电缆 发明了子弹都打不透的坦克 这些都是科学的力量 工业革命的力量 九满 你现在是不是既不相信农耕养民 也不相信铁血主义 而是信奉一条新的出路 工业就国 起码应当试试 嗯 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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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叫你去堂屋 知道了 娘 你叫我有事啊 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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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屋也有些日子了 有件事要同你讲一下 我们刘家同你四嫂到周家 在坟山上有些纠缠 明天现在就要来人断案 断案 我们跟周家不是世代姻亲吗 怎么打起官司来了 我们埃姐是周家女 四嫂也是周家女 就不能两家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可坟山就那么大 到底算哪家族产 几辈子都没讲清 如今周家势力大 男人多 学着外面的什么陈大帅吴大帅 动不动就要和我们刘家武力解决 他七弟 我们祠堂议了一下这个事情 族亲们讲 族里就你读书读得最多 道理讲的清白 因此呢 公推你去指引法官 要我出头 九满一直在外面读书 乌头的事并不清楚啊 你虽说是读书人 但也不能只值痴迷 不问烟火吧 我们跟娘都商量了 就有你出头 听清白了吧 这明天坟山上的案子 断得清断不清 就看你怎么讲话了 娘 四哥四嫂 四哥 七哥 亲戚见的事 不过是铁盏层锅 如坏刮碗 像现在这样 闹到打官司的地步 无论打出什么结果 周刘两家 怕是连亲戚都做不成了 那还没入 无度账 无度过 你这是什么话 不是我们要打官司 是他们打上门来了 那既然这样 四哥 你是屋头老大 又坐着刘氏祠堂总管 我看还是依照相规相俗 你清楚多少 又实事求是的讲多少吧 我就不去了 什么 你不去了 自己家里的事 七 九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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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林 不是说周刘两家在焚山打官司吗 你没去啊 没去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回来了 只是你现在是大学士 我不好意思见你 这话说的 见外了啊 小时候诸我阿公打你和周祖三板子 还是我替你求的情呢 忘了 是 小时候你帮了我好多 我们那是互相帮助 你娘可好 我娘走了 我这些日子在外面读书 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六叔呢 我爹还在家 他还经常念叨你呢 这样 正好我去看看六叔 走 走 爹 九门来看你了 爹 来了 爹 九门来看你了 九爷 六叔你好 到了到了 你屋头辈分高级层 我该叫你爷才对啊 你连你连你 快快快 屋里坐 好 里边坐 这边坐 好好好 桂娜子跟九爷读书时 家里还有几亩多天 自从她娘亲病了 这日子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如今她娘亲走了 这日子过得越来越 哎 九爷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 六叔 你问 你是个秀才 走县城 闯省城 你说 天天这路兵杀过来 那路兵杀回去 世道惨得 一心点公平都没有了 这种日子 何时是个头啊 六叔 你把我问到了 九爷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就不能替我们这样的人 想想法子 想条活路 九爷 九妈 家里没米了 咱都吃点吧 吃点红书 快点 来 来 来 你这是干吗去啊 我刚才睡了六叔家 他将没米下锅了 我这去米餐挖了米 准备给他送过去 不是 不作天不收骨也就罢了 还抄外头挖米仓 自己家的事你倒一点也不管 一带米舅舅相邻得急 应理应分的 你啊 祠堂有鸡米仓 满拿子拿自家米送人 已经不止七次八次了 米仓会挖空的 屋头也会挖澡的 老秦 别说了 莫让你生气 怎么不是啊 自家的事一点也不上心 分山那么大的事情他不拒 别人家有没有米 他都操心起来了 还讲 行了行了 哎 是 满载 把你给你刘叔送去吧 哎 做事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来看看你 娘 你坐 晚上看书 不要看得这么晚哪 贵仔啊 我们刘氏几代人 和和睦睦 在乡里是有名望的 你齐哥说那么几句 不嫌不淡的话 你们往心里去哦 娘 不会的 再说 父亲走得早 这些年要不是娘挺着腰杆里外主持 哥嫂们落地苦作 这刘家老宅 怕是早就塌了 你能小的就好 真的是辛苦你哥嫂了 乌头这几十亩的地 刘家极少请人帮工 都是自家苦作 你四哥老是头子 七哥人活泛 也幸亏你七哥了 揽了附近梅瑶 加工古米的生意 乌头的光景 才不至于像你六叔家那么艰难 娘 这些我都懂 我只是不明白这个世道 为什么会越病越糟呢 这些我都不想要 妈子 你呢 自小就心软 乡里乡亲的 能帮臣就帮臣 但我们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还有啊 娘早就听人说了 你这几年在外面读书很不安分 做了不少得罪官府的事 娘没喊你回乡 是因为你父亲留了话 说要让你在外面读书 读到你自己觉得够了 自己作罢 但你能不能 也听娘一句劝啊 周祖三家的书够你读了 乖仔啊 听话 这次回来 就不要走了 娘疼你一试了 现在娘老了 你能守一守娘 疼娘小败是不 《荣耐之后》 unemployment 是 真的没有 entaryn 除了 愈 久满 天不早了 早点回去吧 不然你娘又要担心了 林真哥 你说久满这个人是不是很自私啊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啊 我心里清白 爹娘生养了六个儿女 独独偏偷我这蛮仔 父亲在世 就让我一个学堂一个学堂地读书 田里屋里的事 我要比哥哥姐姐们少做得多 现在我这样大了 还要靠娘和哥哥嫂子咬着 很不公平 久满了 人活一生 总会欠下些什么呢 倘若你现在放下书 像你四哥七哥一样专心物田 就会欠下你父亲的富文 因为他白让你读了那么多书 他若随了你父亲的心愿 跟我学郎中 又会欠下梅先生和朱武阿公的诗恩 因为他们对你的期望不止于此 你因为君异小公平而心有坠坠 但是你真的能够因此放弃 为了追求大公平而坦荡直行吗 其实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 人嘛 多少应该有一些俗情 有心软的时候 否则 人会变得很冷漠 很残酷 不行 秉正哥 我总觉得我该读的书还没有读到 我想去北京 我想上北大 那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什么是该读的书 应该是那种 是那种读了之后 能够让人豁然明了 这个世道为什么是这样 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彻底地改变它 把它变好的书 好啊 秉正哥 那也是赞同我走 你无头的事情您尽管放心 我会长期看望沈娘的 只是 你若想考大学 总得先有个中学毕业的文凭吧 是 我当初去寅乡住上中学 就是想尽快毕业 去考大学 结果中途又转上了蒋武堂 蒋武堂因为打仗给关了 最后文病还是没有拿到 九晚啦 九晚哪 我有一个远亲 在长沙的玉才中学毕业班读书 因为屋头有急事要退学 那 要不 你去顶他的名插班 怎么样 那 又要冒名离替啊 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吗 你不是想尽快地中学毕业 去考大学吗 是 那 他叫什么名字 巧得很 跟你自己起的名字 就差一个字 叫刘士奇 刘士奇 你笑什么 我才活了二十年 名字就已经改过五次了 加成这次的话 那就是第六次了 满崽啊 你表哥常来看娘 和你守着娘 是一样的吗 你就一定要到外头去读书啊 你就不能再想想啊 娘 娘 娘 久满对不住娘 久满确实读书把心读大了 但是久满心里是有娘的 还有六叔那样的相亲 若不让久满闯出相关事实 寻调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活路 就算把久满关在屋头 也是整日打不起精神的 娘也不会高兴的 我高兴 你在屋头让我天天看着你 我就高兴 娘 娘 你就让我出去吧 你 这刘家老 少说也有十年 没好好整治 加上今年雨水多 我想好了 活出去 借上千把块银羊 边整修 边扩展五千 娘 为什么一下要盖出这么多呀 满阿子爱读书 他现在读书那间屋子太小了 弄得他老是往周祖三家的书房跑 我是想呢 给他搞间大一点的屋子 虽然大不过周祖三家 但也不能让满阿子太憋屈了 再说了 他早晚是要成家的嘛 是 把老六爷给我叫回来 不许在外头打乱仗 一个新爷 一个脚爷 全没有探子冲这个家 我还在呢 一个娘生的仔 必须睡在一个屋头底下 不得散 好 娘说怎样就怎样 娘 娘 就把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什么叫东西不见啊 她 她已经走了 什么 不打个招呼就走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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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 没错 这猛阿子疏毒的没变 脚跑的也没变 那怎么办啊 我妹拴不住她呀 娘拴不住她 找个人拴她 找个人 娘 您是说给她找个堂克 对对对 找个堂克扮着她 给亲戚们打呼喊 实力不成找百里 给我们儿子寻亲 好 娘 讲到这里 不晓得我能插句嘴吗 你讲 上次焚山的事 周刘两家官司没打清白 何忌到伤了不少 正在说堂克的事情 说什么焚山啊 我是说 自古就讲 门当户队亲上加亲 周刘两家 已是几代的殷亲 若能继续延展 该有多好 我三姑屋头 有个和九满弟弟 年纪相仿的戏妹 人品相貌 是极好极好的 若是有缘 这些妹能够攀上 像九满弟弟这样 读了书的人物 周家一定乐到天上去了 分山的风浪 自然也就平了下去 快来 你快来 宝宝 你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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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回探子冲 自学了一年有了 在读了大量中外书籍后 对人生 对旧国 又有了新的冲净 但是当他再次冲击相关时 发生了一件事 使他不得不掉转头 向回奔跑 这边这边 同学 这边啊 你是优势棋吗 是 给 有你封信 谢谢啊 大药犯规了 来 给你 刘爷 帮把书带回送师好 好 帮把书带回送师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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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四哥 又去一桶 好几桶了 来了 四哥 都没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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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哥 游满 舅玛回来啦 妈妈回来了 舅玛 舅玛回来了 妈妈 你可算是回来了 舅玛 舅玛弟弟回来啦 快快快 快进屋 娘呢 娘在屋里呢 娘不是病了吗 先进屋说过 对对对 进屋说 进屋说 你们在干什么呀 给你娶亲 是啊 谁娶亲 娘给你乡的人 周家妹子 人品相貌极好的 我不娶 你说什么 舅玛 你要干什么 现在亲戚们都来了啊 你这是诚心在亲戚们面前 丢人家的脸 是不是 快走 走 走 你们可行我骗我 我就不去 不去 舅玛 舅玛弟弟 你追什么追 快跟娘说 舅玛回来了 舅玛 舅玛 马牙子 舅玛 舅玛 你 你疯了你 舅玛 刘家在远亲近亲 娘可都请过来了 你要这时候反对这枚亲事 娘娘以后在探子冲怎么做人啊你 这事别说娘了 要是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我和你四哥也没法做人了 这枚亲事 是娘亲手操办的 三枚六拼 可都让人家商定好的 你现在要回婚 你让人家周家女子怎么活呀你 这乡间的李叔你清白 临驾遭退 比娶了再修更甚 那女子会遭人嘲笑 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满嘎子 这些年因为杨学生逃婚 乡下定亲的女子上吊投胡的事 你也听过不少了吧 舅满 你也不小了 也该娶妻成家了 你说 人家周家女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你好好想想 四哥 你让她自己想清白 她的还是养的 走 让她自己想 好 我走 怀疑 你也不行 你又看她 那只要糟了 你也不 Kap sided 痛快 手 你不贵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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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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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人行礼 转身 二拜高堂 拜 夫妻对拜 俊阳高 拜 拜 礼成送入洞房 乡亲们 送新人入洞房了 新人入洞房了 走了 来 走一走 来 走一走 新人入洞房了 一路新人入洞房了 新人入洞房 我走 父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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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早就晓得 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本不该来你的无常的 可是我 我做不得主 不愿你 这种旧事的婚姻制度 不晓得害了几多的人 你我这不叫成亲 这门亲事不过是为了调和 周家和刘家的纠纷罢了 应该叫和亲还差不多 我讲了 我不可能守着你 我要去读书 我要走很远 去找个改变这世道的办法 我不晓得要找好久 也不晓得找到他找不到 在这个到处都是杀人和饿死人的世界 更不晓得能不能够活着回来 你清白我的意思吗 清白 像你们这些进过新学堂的人 宁可在外头做些杀头的事情 也不愿意回到屋头 收守着屋天 安生得过日子的 我没有读过书 我也不认识字 不比外头那些新式的女子 我知道你肯定也不会带着我一起走的 就算你肯 我也不会娶她 去了 只是你的累赘而已 还是刚刚讲的那句话 天眼亮我就做 若是你的周家长辈们同意 你可以退婚 我不反对 有句话 我也要跟你说清白了 其实我在轿子上都已经想清楚了 我这一世 横直都是要埋在你们刘家的坟山的 你走 我也不会离开的 我就守在这屋朝 伺候娘一辈子 我娘亲和哥嫂们 会好好带你的 还有 我父亲走时 给我留下三十亩天 我会写下文书 全部转到你的名下 帮你在这屋头可以安心地吃饭 至于 日子也会好过些 日子也会好过些 对不住你了 你等等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讲 如果你将来 如果你将来有了鸭子 你能不能过季一个 给我养老 给我养老 我答应你 第一个鸭子就给你送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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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